关于到关系到他人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不普及的体验 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不可及的东西 那就是说我们今天或许要比较花一点时间 去寻找身心障碍的使用者 那跟他们去做下去好好去谈去观察 但是我们如果要去好好去关心这些使用者的话 他终究还是可以做到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讲到第三个 就是说永续未来的部分 那整体环境这个东西 其实是跟前面这两个比起来 是又更虚无缥缈的东西 你没有什么人可以问 那你也感觉不到你自己做的东西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但是这还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还是要做 那所以我们就先简单来讲 什么是永续发展 永续发展就是说 简单讲就是说 让我们今天生活的人 可以达到基本的满足的同时 也能够保有后代子孙发展的机会 那这个意思应该还蛮直白的 那这个东西也就是说 不只是国外在讲 其实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环保署也都在提这样的事情 我们需要坐远去发展 我们需要为了未来的子孙去做一些 改变去做一些考量 那像这边的话 就是说联合国这边 他这边有开发出一些 我们要需要持续发展的目标 那个刚才看那个环保署 他上面也有写 那目标有很多 有1到17 有各种种子饥饿 性别平等这些的 那看一看可能就觉得说 那这些跟游戏场有什么关系 当然不是全部都有关系 但是很多东西 或许跟景观发展 或许跟那个都市规划 或许跟营造院这边都有关 那所以像我们这边要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当然不大可能 可以透过游戏场去达到什么 消除贫穷 终止饥饿等等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 我们可以确保游戏场这个行业 是一个那个永续的发展模式 那我想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应该也不用再去解释了 我希望大家都是对于这个事情 是知道理解 而且是愿意去面对 那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它 我大概就不会花时间在讲 但是它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很多单位都会做很多的图表 就是要强调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以一个非常 那个不永续的方式在过生活 也就是说我们所浪费跟使用的资源 是远大于地球可以再生的 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 一些在生活或生意模式上一些改变 才能够去确保说我们的小孩 或者是我们小孩的小孩还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未来 那大话讲多了 我们现在来看说 那台湾的简单趋势是什么 那第一个就是2050净铃转型 2050这个日期也是 就是联合国这边有定出来 那台湾像国发会这边很明显的是有 只有搭上这些车 就是说我们台湾希望在2050的时候 是可以跟世界一起去迈入净铃的一个生活 那我们也列出 我们的政府也列出了很多要努力的部分 那再来像那个环境资讯中心这边也有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从2016年的全国碳排放量来看 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碳排放量也不少 那很微妙就是台北市又是最低的 还蛮奇妙 那再来从政策的推行上来看的话 就是说这边有一些 那个我们的政府自行定定的日期 就像说2050嘛 就是我们是希望达到碳中和 那但是到2050还很长 所以2030之间我们又有设立一个中间的目标 那从现在到2030之间 那其实那个你去看很多不同的单位的话 它其实陆陆续续也都会有立下很多不同的目标 希望要达成 那像最近在讲一些事情也就是说 或许台湾在从2024年开始就要跟企业去征收碳税 那这边也 那包含最下面就讲说 现在台湾应该六都也都各自有 有推出自己的那个低碳城市自治条例的执行 那像台中那边我带来都看过那样 那这边当然只要讲说我们当然是政府这边列出了很多的日期跟想要达到的事情 但是在实际上执行层面上来讲当然是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体所刻画出来的一个画面就是说 简单的趋势是在必行的 而且我甚至认为是说它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会很快速的 就是说在各县市都会开始大力的去推动 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一辈慢慢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气候变迁夏天越来越热然后冬天越来越短 那大家都好像到处在浪费能源这样子 所以我是认为是说这个趋势是是刻不及还 那像最近今年五月新闻就是说水利鼠已经算是开了第一强 就是说他希望他的工程可以导入碳预算的管理 那就是说你今天做一个做水利鼠的工程 就不单纯只是做一个工程 你从设计设计阶段到执行阶段 他们都希望说会去达到有一个 那个碳的计算啊 工程生命周期的计算啊 然后是不是有那个替代能源啊 然后就是说所使用的那个工法 或者是说使用的设备是不是有 那个优良的碳排放的数字等等 那所以这也就像刚才讲的 就是说或许现在你还看不到政府的很多单位有什么动作 但是也有可能接下来一两年一两年间 他很快就会有很多这种那个动作出现 那在继续往下之前我可能先解释几个关键字 也不多啦 那第一个就是二氧化碳当量 那我希望大部分人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那不知道我就简单解释一下 那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讲说 东西都是碳排放啊 碳中和啊 碳碎啊什么什么 那好像都只有在讲二氧化碳 但是其实以那个温室气体效应来讲的话 当然是不是只有二氧化碳 它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气体 那因为如果一个一个讲起来的话就会很复杂 所以公认的那个表达方式就是说 那其他的气体就是透过那种各种复杂的公式 去把它计算成说就是它等同二氧化碳的排量 那所以未来在讲说二氧化碳当量的时候 它指的那个量其实指的是说是包含二氧化碳 包含甲烷包含其他的一些 所有的有害的排放物是算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单位比较一致 也比较容易理解 那再来两个东西的话 就是消费后可循环材料 跟工业后可循环材料的不同之处 那消费后可循环指的其实就是说 是消费者已经使用过的东西 回舟之后变成材料 像是铝罐 像是玻璃 像是塑胶袋之类的 那工业后可循环材料指的就是说 是在那个工业过程中制造的过程中 就已经先被废弃的废料 那等于就是说在还没有出厂之前 就把它做一个回收使用 大概是这样的差异而已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是叫GHG Protocol 是所谓的温室气体核算协议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东西也没有太复杂 它只是一个如何计算碳排放的一个标准 那如果要讲起来的话 就有点像是说 游戏场规范有很多不同的 有ASTM 有EN 澳洲 有澳洲的 有纽西兰的 有日本的 有加拿大的 有台湾的 那像这个也是一样 但是因为这种东西 因为它要计算的东西比较复杂 所以目前国际上通用的 大概也就几种 有这个GHG Protocol 那也有那个ISO14064 或者是英国标准协会提出来的 那个PAS205 但是总体来讲的话 应该目前应该是GHG Protocol 这个标准算是比较大中 比较有公信力的那个核算协议 那这个东西有空的 可以上官网去下载来看看 但是应该也不用 那主要要了解 大概就是说 因为这东西真的太复杂 那主要要了解大概就是说 它这个东西算是很全面的一个 计算的标准 就是说除了生产之外 它还包含到说 你的企业要包含到 你的上游厂商提供的东西 跟你下游厂商运送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排放量 你都要计算进去 那所以是一个比较 有公信力的那个计算标准 那讲完这些东西 游戏设备的制造 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再回到我们的好朋友 ConePen 因为他们毕竟是大企业 所以有资源跟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他们其实在 现在之前就已经还蛮重视这个环保的议题 那所以他们从蛮早以前就有开始请那个 请公司跟专案人员去分析是说 那以他们这个游戏制造商来讲 他们最大的那个排放量是从哪里来的 那他们一分析之后就发现到说 最大最大的排放量 那基本上游具行业大概都一样 可能很多那个产业都一样 就是说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源就是原物料的来源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因为很多东西它其实都有替代方案 像说你可以用再生能源啊 那个那个电力电力车啊等等 但是原物料来源是比较难控制的 所以在很多产业上来讲原物料所产生的污染 其实是最高的 那他们就有分析就是说 像这个金字塔从上往下看 从最往上的材料就是碳排放量是最高 最往下的话是最低 那就可以看到像是原生铝 原生铝或原生PC塑料值的 就是说是他是从来没有经过回收的程序 就是第一次做出来的这种这种材料 它所那个造成的碳排放量当然是最高的 那你在往中间看的话 其实很多低碳铝等一下会提到 那像很多其他的塑料啊 HTPE高密度聚乙烯板啊 或者是那个工业后循环的HTPE板 它相对排放量就会更低 那最下面绿色那一块 等一下会再仔细提到 就是说新的这些原料产品 那它的排放量就又会更低 那拿Compend的HTPE板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们其实从2014年开始 就已经有陆陆续续的去改变 他们生产的材料跟方式 那尽量的去减少他们所使用的原生材料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同样的一个PE板的材质 那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但是在2014年以前 他们是百分之百使用原生材料 那后来他们是改用说 80%是工业后的循环材料 那再来就变成是说 他们80%是使用消费后的 可循环材料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所需要的碳排放量 碳排放量就越来越低 那最右边的这边就是说 他们最新所推出的是 希望可以百分之百的使用 那个消费后的可循环材料 而且是从海洋业 就是说可能一般比较不容易有 消费后循环材料出现的行业 去取得的材料来做 那这样的话 他们的碳排放量就有更低 那所以也可以看到 他们从2014年开始 其实就有持续在大幅的 光是针对HTPE版 就是有那个削减 他们的碳排放量 那所以在他们 很多官方文件里面 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们大部分都会有 这样子的比较表 就是像说从上到下 从最早期最不环保的时候 全部都是用原生材料 的HTPE版去做到中间的 像是基本上是我们过去几年间 在台湾贩售的空片的标准品 那其实都是已经有减碳过了 那在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他们是最新推出的系列 那其实是可以把海灘量 是在做更多的减少 那这些材料选择看起来 改变的时候 会看起来变成什么样子 那其实看起来是没有差很多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隐形的看不到的改变 那就跟刚才前面讲的一些东西 是不大一样 它是从材料上面 做一个本质上面的改变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那我们第一个来看 就是说柱子的部分 那过去的话可能都是钢管 可能有做热进度型或什么 但是现在的话 他们所使用的是叫做 TextMate 叫做结构柱 那Text指的是Texture Textile 那指的就是回收的布料 跟锯饼锡 就是像塑料袋之类的东西 那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材料 去高压压缩之后 把他们做成一个 那个结构柱的柱子 那底部的话 当然是有做一些补偿 就是他还是会需要 有热进度型 做成他的柱脚 但是整体来讲 那个柱子的部分的话 他其实是用 那个布料的回收材料 去做成的 那他们对于 这样子的材料的信心 是大到是说 他们对这种回收材料 做成柱子提供的保固 是跟他们提供 给那个金属的结构柱的保固 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们也有记忆 就是我们这边 也有这个柱子的食品 可以来看 那所以实际上食品 看起来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那你就是从中间 从断面那个照片 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其实是很结实的一根柱子 那中间切面看起来 就是像那样子 那表面的质感的话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 就是说我不确定 为什么就是他们 没有办法做成平滑表面 但是我个人会认为说 这样子的表面看起来 感觉也还不错 就是给人有一种 明显的就是一种 回收过的东西的感觉 那这边的话 可能就打个差 就是说身为做 学习很多永续发展的人 可能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成衣界 对于环境的污染跟破坏 是还蛮大的 那像快食上这种东西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那从1989年开始 的ZARA开始 就每年制造出很多很多的成衣 那其实浪费量也非常大 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 美国消费者平均每5.5天 就买一件衣服 丢一件衣服 那其实或许 全球或台湾的消费者来讲 也不会跟这个差太多 那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碳排放量其实 占全球总排放量也不少 那所使用的不可再生资源 跟所使用的 估算出来的93兆公升的水 也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还有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在讲说 可能从胚胎里面 就可以观察到的那个微塑料 那个成衣件每年也是贡献了 大概19万吨倒到海里面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就是说像这些筷子上的这些东西 你们有想过说 在店里面没有卖掉衣服 最后怎么处理 烧掉 它全部都是烧掉 你们所没有买的ZARA H&M NET 甚至是精品 LV 爱马仕这些东西 卖不掉的东西 全部都是烧掉 那造成的污染 其实非常惊人 所以我觉得 空片愿意 提出一点点的努力跟贡献 把一点点的这样子的东西 转换成可以重新再使用的 那个材料也是不错 好 我们继续讲 那个模制平台底板的部分 那箭头指到这边 其实就是平台版的部分 那它也是一体层型的设计 那它大概使用了75%的海洋垃圾 去做出来 那我想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使用这些回收材料的重点 其实应该是尽量让这些东西 看起来跟原始的设计 没有差太多 就是让它不用太招摇的去讲说 你看我这个是 那个回收产品这样去做 那尽量去保持它一个设计的本质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就是说金属的部分 它那个铝的部分 那它现在用的叫做 所谓叫低碳冲压铝材 那其实像它意思就是说 这些铝的制造厂商 他们所使用的是再生能源 像空片所用的这一家 那个Hydro Reduxer 你去他们网站上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他们的那个铝的 造铝的工厂 都是用完全是用水力发电 去提供他们电 去制造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 那个标章跟宣扬 就是说他们是对于 那个环境是低碳冲击的 那个金属铝材 那再来指的话 就是那个高密度距离锡 那个HDP板的部分 那板材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 它可能会分成两种 第一种的话是左边这边 就是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它百分之百 全部都是用海洋渔业的 那个网子 去用把它变成循环材料 做成的东西 那右边的话 就是说面材的中心 是用那个百分之百 食品包装废料回收做的 但是表面有颜色的部分 它还是需要用原生材料 那这两个差一点 就是说左边的那个百分之百 用循环材料造成的 它的颜色没有什么选择 所以其实做出来 大概就是这种深绿色 就像中间那个照片 我手上拿的那个样品的颜色 是一样 虽然你看不出来 跟原生材料有什么差 但是它的最大的那个缺点 可能就是说它的颜色 没有很多颜色可以选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希望像右边那样说 我有亮的绿色可以选 我要有黄色 我要有红色 我要有蓝色什么什么的 你要有那些选择 那你的彩色表层 很抱歉 你肯定势必就必须要用原生材料去使用 你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目的 那所以这样看的话 就会更清楚的去讲 更清楚的看到就是说 是啊 它是有列出来说 我的减碳量是多少 但是你也可以清楚的了解到说 那空 pen的设备 是在哪些部分 去达到了它减碳的那个要求 它是有做了哪些事情 而不是只是丢一个数据给你说 你看我有减碳 它会比较明确告诉你说 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达到什么东西 那当然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你可能会想说 那我怎么知道真的假的 你自己关起门来讲 谁都会 那所以这样的话就要看到右上角这边的一个标章 就像我们游戏场需要认证一样 这些减碳的行为动作也是需要认证 那这个认证程序其实并不复杂 它如果你们有知道游戏场认证程序的话 其实就跟所有认证程序也都差不多 第一个就是你要选择通用的一个那个标准 那这个就像刚才讲的 它有很多可以选择使用标准 但是Compaint它选用的是那个GHG的那个核算标准 那也是目前在全球应该是接受率最高的一个核算标准 那第二个就是要选择一个可靠的第三方公正验证单位 去验证说你有确实的依照这个核算标准去达到 你说你有达到的事情 那这个验证单位的话当然也市面上或许就没有很多了 因为这个东西或许比较复杂 那以Compaint来讲的话 它选择是那个BV BV的话下面有简单的介绍 就是说它是也是年代悠久 那涵盖了150多个国家的大型的那个验证单位 那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今天Compaint讲说我有减碳我有怎么样 那其实最重要是说它有一个认证的标章 去告诉相关的单位是说我今天所提出的认证 我今天所提出的检探报告 它是有经过认证 它是有合格的 它是可信的 那这个东西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想听到现在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说检探这种东西好像嘴巴讲讲也可以 但是你要所以就变成说你要怎么样认证说 你讲的东西是真的 那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好那讲到这些之后 理论上面的东西都讲完了 那变成真的案例会是什么样子 那很幸运的就像刚才有讲到就是说 过去几年内其实Compaint 它自己有就已经有持续在做警探的一些行为 所以我们也发现到说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这几年内 在台湾所做的案例去做一个对比给大家看 那案例一就是我们在高雄主营做的这一座 那你看它蛮高的 还有一个大的不锈钢滑梯 有很大型的攀爬网 中间还有一个塔 看起来还蛮雄伟的 体积还蛮不小的 那我们来看它的报告 就是说它有三个关键的数据 第一个就是总盘放量 第二个是那个二氧化碳当量每公斤 那意思就是说我每一公 我这个设备每一公斤 它排放了多少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当量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这一组设备 我使用了多少回收的材料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 那总排放量多多少少跟 那个设备的量体跟规模会有关系 那所以就是说它这个 这一组你可以清楚看到说 它排放了接近9000公斤 9公吨的碳排放 那我制造每一公斤 我大概排放的是 三公斤多的二氧化碳当量 那我这一组的回收材料 大概是42%差不多 那感觉也不错 那你可能就可以去分析 就是说或许是铝的部分有回收 或许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数据 那第二个案例 在台南 这跟刚才那个有点类似 但不大一样 那没有大型的滑梯 它只有爬网 但是它有四座连在一起 所以感觉又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就是说 很明显的 第一个看到就是说 总排放量变得比较少 那因为它可能量体比较小一些 但你看它的二氧化碳当量 每公斤数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比较少 那所以也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设备 它每一公斤所排放的东西 其实跟上一组是差不多的 那回收材料反而还比较少 那可能是因为金属的部分少了一些 那第三个在南屯的东西 就是说它有结构体 但是这个东西 它除了有爬网之外 它又有多了一些PE版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颜色还蛮亮丽的 所以或许用的也不是回收材料 可能就是原生材料之类的 所以又有多了一些 它前面还有一个那个 那个大型的绳子 给小朋友攀爬 就是不同材料的东西 那这样来看的话 一样嘛 就我们有可以看到 总排放量跟中间的每公斤数 跟回收材料又更少了一些 那第四个案子 在台北北投的话 这个比较不一样一点 这是一整组都是进口 木做的东西 是用北欧硬木去做 那它这个量体说大没有说很大 但说小其实真的也不小 那可以看到这一整个 全部都是木做的城堡 那它的数据就比较奇妙 就是它总排放量一样之 就是跟它的量体有关之外 不看之外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每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只有0.77 是跟前面三个比起来 是几乎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 但是你看它回收材料 你就会看到 就是它回收材料的百分之 只有3.6 那所以我们一去做一个比较 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不同属性的产品 其实它的 它的相对应的碳排放 跟它相对应的回收材料量 其实是都不一样 那这里面没有绝对的说 什么东西比较好 会比较不好 那各位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木做的东西 它的数据会跟前面那些 都是金属作差那么多 对吧 那或许可以想说 木头不大可能用回收材料 所以我当然都是用原生材 所以它回收量就会比较少 但是木头 各位应该要知道 就是说 木材就是树 吸收了二氧化碳之后 转变成的材料 所以其实每一片木头 它其实都是把碳是锁在里面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它今天的生产过程 跟金属比起来 跟那个尼龙比起来 跟PE板那些东西比起来 其实它本身 在生产过程中 所会产生二氧化碳量 就是极少 所以才会反映到说 它每一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这么的少 那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今天讲的并不是说 那以后我们游戏设备 全部都用木做就好 这样最坏 那也不一定 那所以应该是说 我们是希望提供给 不管是设计单位 还是业主 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 一个视野 就是看到说 我们今天在使用的东西 那尤其是针对我们 尤其是针对游戏场的 各个游戏设备来讲 那我们到底 所选用的这些设备 对于环境有造成多少的负担 那我们有尽多少的力 去减少这样子的负担 那这些东西就像刚 其实刚才 据西民也讲了很多 就是最终的目的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的 是把它简单的呈现 把它数据化 把它量化 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 看到就是说 原来我今天做一个游戏场 我可能其实排放了 多少多少公论的碳 但是我今天如果 选用什么样的东西 我就可以增加 我的回收材料量 或者是我可以减少 我的碳排放量 那让这样子去 让很各就是 不管是使用者或者是业主 在进行公共工程 或者是私人工程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标 去不但是去关心 而且是去确实的执行 所谓的减碳的工程 这个部分 那空片这样做 那像我们康顶这边 当然就是说 我们这几年来 除了配合很幸运的 有空片这个搭档 他们也可以提供 这样子减碳的设备之外 我们自己设计的东西 那个包含刚才看到的高塔 包含我们这边的灯塔 包含我们的猫头鹰等等 其实我们都是尽量 以木头为那个材料去做 那当然除了是说 木头我们用起来 比较得心一手之外 大概我们也是知道 就是说至少使用木头的话 它对于环境的冲击 多少少跟那种 在台湾这边可能没有办法 比较容易取得那种 低碳低冲击的金属材料来讲 可能对环境是比较好的 那像这几年的话 我们甚至是有在研究 就是说一些比较那种低价位 然后是尽量全部都是以木座为主的 那个所谓的低碳木座的系列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除了大型的案子之外 一些中小型的案子 也可以搭配一些 就是尽量以木座为主 那尽量以环境冲击比较少 为出发点的游戏场去做 那你要说我们有没有做到说 像国外那样子说 我们进来的东西都有认证 我们在用替代能源 然后我们都有进来要回收材料 那我们距离那个是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 至少有一个长期可以努力的目标 那这时候我最近在读一本书 最近读的书还蛮沉重 这本书要学于土 那它其实主要讲的东西是 那个资本主义跟消费市场 跟那个现代的奴隶制度 还有那个生态破坏相关的事情 那真的是还蛮沉重的 但是其实里面讲的这一句话 我认为是很有道理 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 每一次的购物都是一件投票 那今天讲到我们 不管是游戏设备厂商 或者是设计单位这边 你也可以讲成说 每一次的设计都是一次投票 那这一句话 这本书里面这一句话里面 讲的是说 当然是希望说 你不要选择是剥削民众的产品 但是我觉得 你也可以把它讲成说 可以的话 尽量不要去选择 对环境是有害的产品 或者是说 应该尽量去选择 是对环境冲击 是比较少的产品 那我会认为是说 最终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并没有绝对对于错 因为这个 做的一些设计决定的背后 其实还有很多 不同的力量在拉扯 包含预算 包含业主的要求等等的 但是我会希望是说 今天在不管是我们任何人 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至少要知道 就是说 我今天做了这个决定的 背后的代价可能会是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或许你会比较有意识的去 选择说 我今天什么地方可以退让 我今天什么地方 我必须要坚持一些 我认为因为是对的事情 那就像他第二句讲的 我们面临大量的选择 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那接下来最后的话 可能就是讲说 关于低碳教育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 跟第三段跟碳有关的 跟这些计算有关的 跟那个协议有关的 跟那个选用低碳冲击 就有关的东西 这东西其实都很生硬 那这个就会呼应到说 我讲的第一段第二段的东西 其实是我们都可以去体会的 儿童发展 你最差你看看自己的小孩 你大概知道怎么合适 身心障碍者 你真的最差 你去找个身障者观察一下 你肯定也知道 你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变 低碳冲击这种东西 你也看不到 你也摸不到 那我们今天做了 刚才讲了那么多 我们今天做的这些决定 是不是真的有效 其实也难讲 那有效 我们在接下来五年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之内 能不能看到一些结果 其实也不知道 那像这样子的概念 要怎么样去推广 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跟Compat那边 也有常常在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说 那这个有回应到 就是说 刚才第二段的时候 我有讲到就是说 其实 如果 我们把游戏场 当成一个教育的场所 那我们希望游戏场 可以让小朋友去学习 如何去做危机盘 如何去做 那个社交互动 甚至是去学习说 如何去了解 那个 身障使用者的需求 如何去了解 什么是一个 共同的概念的时候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 把游戏场也当成一个教育 那个 关于环境的一个场所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会认为 不管是用怎么样的形态 不管是用 这种比较硬的告示牌 还是别的方式 那我们是认为是说 其实 游戏设备的重要性 或者是应该说 游戏场的重要性 除了刚才 第一跟第二阶段 提到的东西之外 那其实因为环境变迁这个事情 跟我们那个现在生活已经息息相关了 所以我们会认为是说 其实那个让小朋友在游戏场的时候 可以去知道这样子的资讯其实也很好 因为或许他们不需要去真的理解 这些东西的背后到底是怎么运作 但是如果今天他们看到这个东西 而会去跟自己的父母讲 或者是去学校问老师说 我听说我们的游戏场用了 柱子是回收的衣服做的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样的话 他或许也会逼着我们大人们 要去找到答案给他们 那或许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成长过程之中 那慢慢的他们也会对于环境的呵护 跟对于一些那个 那个需要环境 要去保护环境的这个理念 会有一些更深刻的想法 那这边的话当然就讲说 这个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预测到结果 我们也看不到的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这个对我们 对我们来说 尤其是我们的小孩 我们的下一辈 然后我们下一辈下一辈 是无比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想我们都希望是留一个 好的环境给下一代 但是要怎么做 其实我想大家也都是还蛮迷惑的 那所以今天这个简报 一个很大的目的也就是说 至少针对游戏场这个区块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讲说 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可以去减少对环境的一些伤害 那最后的话当然就是还是回归到 就是说我认为游戏场 它可以背负几个教育的责任 那游戏场 孩子们可以学习如何成长 也可以除了学习如何发展自我之外 也可以学习如何接纳他人 那最终的目的当然是学习 如何照顾环境 好 简报到这边为止 谢谢 感谢陈老师 我这么详细的分享 这个经验的分享 康顶是在我们 业界里头算是最大的一家游戏公司的 那我相信我们其他 我们公会里头还是有很多家也是做游戏的 希望可以学习到康顶的他们的这个节能减碳 我现在才知道都连做这个游戏场 也已经做到已经是节能减碳这个部分 材料都用到这个节能减碳的东西了 我真的今天是算是得到一个很大的信息 那感谢陈老师 那我要要求陈老师是不是可以把那个 我们五都的这个游乐设施的那个比例 他的预算比例这些能不能给我 可以啊 可以哦 因为我27号刚好有一个就是一个一个